你受伤了 走 接到 接到 刚才很多人 不管不过一阵风跑 有些人受了轻伤 医师馆只有一位医师吗 当然不是了 小心 只不过医术最好的 只有一位 王孙 怎么样 人实在太多 还不上 不过就是些许着伤 不用麻烦了 我们回去吧 你想在你的手臂上 留下明显的伤痕吗 来 帮我把这二十斤 送到里边去 请里边的医师出来 替昊兰姑娘诊治 可我这还在忙呢 拜登拜登 谢谢 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空 医医师说他没空 我都要看看里边这位 到底是什么人 小心点 哪位是殷医师啊 这么大一张脸 白张俩窟窿 自己不会瞧啊 快点快点 我是吕少甫 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官不大架子不行 找我还是请我 请 当然是请 我还以为 你要用钱砸我 明明是你在用钱砸人 张嘴 你这是干吗 别乱动 医师好伤药 忍一会儿 忍一下就好了 我就是轻微灼伤 不用麻烦医师了 若是每个来这儿的蠢货 都跟你一样想 今天晚上 我就能留出睡觉的时间 我们不要打扰他治病了 回去吧 等等 别乱动 医师 多谢 李兄 现在你应该知道 这世上 总有钱 敲不开他门了吧 那时我不想风头太盛 若是刚才 我再散一些金钱给这些病人 他们会主动去找其他的医师的 你可真是不死心 我还真不知道死心是什么 昊蓝 明日起 你要在王后身边照顾 务必小心谨慎 我明白 昊蓝 你要努力地得到王后的青睐 如果是 宫中有了你这条眼线 那我们 这路就好走多了 昊蓝 这药一日两次 不要忘了 吕兄 时候不早了 该出宫吧 还怎么着呢 你把我看了 你把我看了 有多少 真是 你把我看了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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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淵 你这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女官到 今日再看 你长得果然是标致 王后谬赞 婢女愧不敢当 昨天这场戏唱得不错 王上糊涂 你觉得我糊涂吗 婢女不敢 你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先是将王上哄得乐开了花后事 将太补送上了西天 好大的本事 请王后恕罪 你这样有胆量的人 也会害怕吗 婢女如此费尽心思 只有一个理由 说来听听 因为婢女想活下去 若非太补逼人太甚 婢女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更不会兵刑险招 一子不慎 非但性命难保 还会连累家族 婢女如何会有如此天大的胆量 大胆 还不低下头去 有胆量 算你聪明 也还算坦白 婢女是实话实说 绝不敢有半点欺瞒 那我来问你 若昨日我不向王上讨厌你 可能今日 你已经成为王上的宠妃了 难道心里面就没有半点怨怼 王上喜爱美丽的女子 宫中的宠妃如同繁华 盛开久了就要凋谢 婢女情愿服侍王后 婢女 婢女 你以后不要以婢女自称 诺 公子傅 你之前受了伤 浩兰心中很是担心 如今看到你康复了 我也就放心多了 不用毛库浩子甲慈悲 你对我的恨意 简直是招人若揭 公子傅误会了 浩兰哪敢 别自以为聪明 只要我去王后面前 激发你从前的种种行为 光是逃婚私奔的劣迹 就够你喝上一壶了 咱们走着瞧 公子傅 你好歹也是习过礼数的名门闺秀 怎么言行如此粗别 你口口声声私奔二字 完全失去了体统 体统 规矩 那都是给数人守的 我这样的身份 只会让别人来守我的规矩 无需如你般 行行坐台装模作样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这里的一天 你就不会有一天的好日子过 秀玉 你竟如此恨我 难道是公子娇娶了你 却不疼你 不理你 让你像个怨妇似的 张口便咬人 穷人得人 反正集装婚事 也是你自己千方百计得到的 不论何等苦楚 你也只好自己受着了 你 你敢 公子傅不要啊 你看我敢不敢 你 公子傅 公子傅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王后在等你 竟然在这儿闹事 孙女官 请您千万不要怪罪公子傅 你什么意思啊 公子傅是一时失守 才摔坏了王后心爱的簪子 也怪我 我刚刚应该拿稳了 我一会儿去了 亲自向王后去赔罪 不是的 李浩兰 你给我解释清楚 李浩兰 你给我站住 公子傅 王后正在等你 王后 这灵芝啊 非常含有 是秀玉托人找了树叶才得到的 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呢 你劳心了 王后 您对公子又养育大恩 秀玉自然要为公子尽向 些许小事 您不必放在心上 妹妹嘴甜 姐姐乖巧 这李浴是 为人刻板 一本正经 倒是养出了一双好女儿 那位林女官 的确是我姐姐 你父亲也有趣得很 有大臣把女儿送到宫里来学规矩的 也有送到名师处学才艺的 就是不见哪家把女儿送去当武基的 还给了低贱的商人 也不怕辱了李家的名声 回王后 这本就是一件丑事 不敢说是怕污了您贵人之耳 既然王后问起 秀玉不敢不答 那李浩岚 与人私奔 被父亲逐出了家门 竟用自甘堕落 于商人为伍 父亲已是早就不愿提起她的 可是我们始终是姐妹情义 我屡屡劝说 可是都碰了臂 实在是让人伤心又难过呢 是吗 王后 姐姐即使做了再多的错事 可我们始终还是有一份骨肉之情在 所以秀玉恳请王后看恩 放我姐姐归家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王后 公子傅 王后累了 请回吧 是 王后 这个公子傅 她也太不知轻重了 不管她和李浩岚之间有什么举语 这是她们姐妹之间的事情 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闹到叙日宫来 再说了 刚刚那把簪子 明明就是她打碎的 还姑祖姐妹情深 简直让人作呕 李浩岚 才是狡猾的那一个 王后的意思是 若不是她先激怒秀玉 秀玉又怎么敢如此放肆 李浩岚 连王后都敢骗 话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秀玉先到我这儿来告一桩 那李浩岚还有活路吗 所以不如兵行险招 把她们姐妹俩的矛盾 全部宣之于众 下回秀玉再跟我说什么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可惜啊 这个丫头她是自作聪明 王后早就看透了她们的心思 看透了好 看不透 咱真的不能留 王后 您还想留她呀 这宫里头多寂寞呀 就是得有点有趣的人 来调剂一下 不然天天跟一帮蠢人在一起 只会越变越蠢 王后 王后不喜欢尘埃 地板上不能有半顶灰尘 再仔细一点 诺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小叔有罪 手脚动麻了一点 还不去干活 这一个一个的都在忙什么呢 这么半天还没收拾好 是我看见 地板上还有灰尘 吩咐她再重新打扫一遍 不知萧女官有何吩咐 吩咐自然是不敢当 我原以为 你初来乍到 宫女们不会听你的话 看来 我是多虑了 浩岚 还要多谢萧女官指点 指点 我怎么敢指点你呢 你现在 可是宫中人尽皆知的神女啊 那些不过是道听途说 请萧女官不要介意 是不是道听途说 你自己清楚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到王后身边伺候 就得收收心 认真做事才是正道 小女官教训的事 小女官教训的事 我让小女官看见了罚你 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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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